香港市区大约有190万棵树 过去两年就有近6万棵树被移除 中间这些位置整个是源孔无缺的 也就是说就算有真菌咬的量太少 不足以令这棵树有任何危险 所以我觉得这棵树枉死 树木栽种和城乡社区发展规划息息相关 近年接二连三发生大树倒塌 导致人命伤亡意外 最近搬陷到四棵石长树一下子被斩除 令人关注香港应该如何做好 城市树木的保护和管理 让人树可以共存共用 在八月的时候 有一个住在平州的居民 他就跟我说 这棵树上挂了一个牌子 是地政柱的 就是说他们八月十八号要斩这棵树 曾经在平州住过的玄明山 半年前开始社交媒体专业 鼓励市民写信给他们所关心的树木 表达心意 亲爱的人女 不知道你有没有来过漂亮的平州小岛呢 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 我很喜欢这个家 而且一直以氧气交税 你们要把我移到哪里呢 我想我将来都会很想念这里的一切 八月十八号之后 不知道你还会不会见到我呢 不知道堆田区会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这次来有很多位置刚刚斩了 就是trim了 看到下面有两个明显的位置 上面都有 其实这棵树是生得很漂亮 很高 然后全部绿叶都很茂盛 这个就是当事物件 也有些差别 好像大棵一点的感觉 平州这棵生长在棺地上的棵树 因为政府收到有倒塌危险的投诉 地政署今年八月初贴出告示 说一星期后要移除 事出突然 引起附近街坊关注 他们质疑这棵陪了他们几十年的大树 要被移除的理据何在 希望当局暂缓斩树 这是地政署的人 这些做的问题 现在工作关注比较重要 我们很快要做起见 找我们的专家 看清楚 详细了解所有食法 我们设定的做法 这些很有数据专家 对,今天有数据专家 还有你们之前的树木专家 外观的人真的有些问题 还有你们可能监察 也看不到 你的脚要死就知道了 那里也有 你们究竟怎么做 去年收过一次 今年年头收过一次 现在又收一次,三次 如果你们再看,再收四次 一年再收四次 你们究竟看什么 你如何决定它不安全 我们有知情团 它那个方向横跨了路面 然后树尾是重的,树头是轻的 而且分叉比是右比 那些比是断比 我们今天没有打算 和你们解释太多 我想知道你是哪个方向 你是以什么身份来做这个决定 基征柱树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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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林务主任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根据以往 做了一个树尾施的评估报告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移除工作 就是把那个树的危险暂时降低 然后稍后我们再做一次测试 过完之后才决定树木组 其实那些树木组 经常在那边打空的时候 如果你斩了叶成比 它少在这里 帮它挡风格的作用 你没有考虑给它 不会,它是第一对窗来过的 其实我不用问了 林家,你是不是算是细枝 我也说我不是算是细枝 你是算是细枝 你怎么决定它应该在哪里 我们根据我们那个树尾施报告 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 很多不同的说法 先把它的危险减低 看看它会否能够确定 如果能够确定 如果能够确定 那就可以了,不用工作了 香港一直没有为树木保护管理 定立完整法例 目前树木管理分别由九个部门 按树木办定出的指引 各自执行核下工作范畴涉 涉及的树木管理 部门大多会将日常 帮树木做风险评估的工作 以外判合约形式 判给袁毅公司 这些公司 会将评估和建议的报告 交给各部门 怎样护理,要收要斩 最后都由部门决定 不过有树木管理专家小组成员 批评这类评估报告 往往过于简化 平州棵树 我记得做了三个报告 就是一个承办商做的 不是他政府官员做的 那头两个报告 我都挺失望的 就是主要有些相片 和很简单的文字 就没有做到那个详细 所谓政府的第二表格 那个规范地做的 如果你说第一第二 那两个报告 根本就没有可能做一个 决策的基础 来斩一棵树 但是可惜 我们对回一些日子 原来就发觉 政府通知居民斩树 就是基于 最初那两个 比较简单 和不专业的报告 就说斩 如果一棵树 有那么大 那么大 那么大 而居民又很关心的话 就没有道理 就没有做过 详细的验树 就可以决定斩了它 如果你说政府部门 都是这样做事的话 就很大可能有些树 根本有得够的 不应该斩的 都可能被人斩了 这棵树 平洲这棵树 今年经历了几次修剪之后 又遇过台风 依然预纳不倒 但是在平洲另一个位置 就有树倒塌 那天同一时间 就是那棵树的时候 就是声称那棵 是高危那棵树 没事 这棵树就倒塌了 你可以想象 就算不用加方说 它高多五、六尺 那些枪都烂了 刘兆曾 住在平洲二十多年 对于岛上一草一木 都很珍惜 他质疑政府管理树木的准则 就是有投诉就急于而去 不重视树木本身有生命 和大自然顺此相依 他说社区里面的大树 都是他们的老街坊 不应该说斩就斩 所以没有谁 做了 对于岛上一桌 是 所以你也会想象中 好 味道是 你俩在大树上的水平 你俩在大树上的水平 我俩在大树上的水平 你俩在大树上的水平 你俩在大树上的水平 令到所有周邊的老街坊 都可以記得這個地區的歷史 其實管理的地 令到民生生活得好 但你這樣管理 令民生得不好的時候 我們就要挑戰你的權 是否不適當民用 自從知道撲樹 這位老街坊會被移除 劉兆貞不斷向有關部門申訴 最後當局決定暫緩斬樹 但他覺得危機仍然存在 除了收集民意 他還請教專業意見 繼續向政府拒利力爭 馬經倫 註冊樹藝師 8月初知道平州這棵樹會被斬 他不時跟這裡的街坊接觸 提供意見 究竟這棵樹是否應該被斬 作為樹藝師 他說最難是怎樣在保育樹木 和公共安全取得平衡 副葉樹其實我們要看 他們拉拔牆 而看他們的穩定性 所以你看到它斜向這邊 其實你看到背部這些位置 它長了很多這些 好像肌肉一樣的東西 其實這些就是增生的木頭 反應木 令到這棵樹更加穩定 其實這棵樹的穩定性 本身就已經很高 那棵樹不是死物 是生命 是在支援整個環境 你設了棵樹之後 周邊的環境都會受改變 是不是我們真的說 犧牲條命都要靠棵樹 我們不會做到那麼盡 但是我們要知道 你那個報告是不是很草率 這樣寫出來 我正在用這棵樹 我认识温度 看上去温度的反应 我一点也不觉得它有窗窿 中文大学教授赵少慧 是树木病虫害专家 两个月前曾到平州观察这棵棚树 10月底,他再来跟进 碰巧地症官员 同一天再来做检测 因为这里也没事,我没说这棵有事 我说这棵是否这棵树 这棵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意义 我同意,因为这个位置 其实是因为这棵枝在上面 总是知道那棵枝就行了 他说期间撲树 虽然经历过三号风球吹杂 树身健康状况基本良好 没有即时倒塌的风险 不过就要做适当狐狸 整棵树没有穿洞 对,我们没有穿洞 所以很实心 你现在做完就不交代 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现在不是不交代 我们刚刚刚在看资料 是 阿长,后面的根是否没事 后面的根? 教授想问一下 这棵树后面的根? 你们要查一下,是不是? 你们今天来看 是否要练习 练习练 看不到后面的根会 因为这棵树重的问题 扯起了,扯起了泥板 没有过,那我们维修工吧 有专家都不同了 找到那棵树 找到那棵树 不要欺负我们 如果他每次验树 带着所有仪器 这样去做 他真的很努力去做 因为他花了全日看一棵树 去验一棵树 他真的非常严厉地去做 我相信他如果给一个承办商 没有一个承办商 会看一棵树花整天 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 因为成本太贵了 很多政府部门 原本是没有树堆的 没有树的东西 其实跟着你的树木办 成立了之后 要把东西拆到 每一个政府部门 都去做一样东西的时候 其实是否考虑过 后果就好像 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 我们真是一些没有那么专业 他原本都不理开植物的人 他这就靠一些 外借第二个政府部门的官 走过来做 但最后那些官 又不会做一些前线的工作 又会外搬一些工作出来 又用架低者得 压榨的手法去做的时候 质量的控制就会很差 但是刚刚在学校外面的位置 是公家的 但是这条有一条马路的时候 很硬地把一棵树 所谓叫框框 就给这个所谓的空间 但是大家要去看看 这些是银石子的 是盖住的 其实它的根是没办法呼吸的 树的管理的街道的指引 从来都没有写植物 或者抹着树种的生活空间 这个是猛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为什么有了这么多年 在这里写这么多指引 但指引只是说 叫你管理好树 叫你做什么 那什么叫管理好树 所以指引其实就没有一个 法律的效力在里面 你只是你去说话 我有权去听和听你说的话 这条沙子会打到车或客人 很危险 叶子就要求要求多些 因为他被人投诉 说东西隔出街 又伸过隔离 所以他不安靠 城市需要绿化 但同时都要投放资源 识心照顾树木 才可以保障人和树的安全 树民对树的认知 只知道皮毛的东西 例如这棵树制造氧气吸炭 有树荫和树荫等 但我应该怎样去打理这棵树 他不能回答你 淋了水 撕下肥 但其实修剪是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东西 而修剪不是今年做下年不做 不停地做 像头发一样 你不停地剪 而且剪错一刀 可能这棵树永远都错 这就是香港最弱的地方 树木对我们是好的 但很多人就是为了自己的私理 宁愿放弃树木 或者我要省钱 因为树木不能够跟你打官司 他又不懂得说话 他又不懂投诉 但一说到钱 大家都觉得钱比树木更重要 你就没办法说下去 香港就是这么现实 欧永深 顾问树艺师 从事圆艺工作三十多年 十多年前开始专注树艺工作 他说自从2008年 发生了赤柱树木倒塌 造成人命伤亡意外 政府两年后 成立树木办统筹树木管理 制定指引 由部门各自执行树木管理工作 一常为树木做风险评估 由树艺师负责 危害评估来说 它就会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你那个危害在哪里会发生 例如树干 枝干 或者是在整棵树那里 然后就会决定一下 它倒下的可能性是多少 在这里 然后按照尺寸大算大小来说 和下面目标物的使用程度来说 你会给予一个分数 在这里加起来 加起来一个分数之后 但没有说到 这个分数究竟代表什么 究竟是修剪令而除 其实都是按照树艺师 个人喜爱的 换句话说 我可能8分是写二权的 但分数高些9分 我说收剪都可以了 那这个分数的代表性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这些现在在街灯旁边的 那么多的虾就够了 目前全港大约有1500个树艺师 欧永森指出 现行评估方式不够全面 而且比欧美及鄰近国家落后 而树艺师入行援纜要求低 只要通过200条选择题的不示 再加三年相关行业经验 就可以成为注册树艺师 质数参差 而政府强调会按合约 规管外判树艺师的表现 住在西环的阿尼 三年来不断为区内树木拍摄照片 搬行到石牆树被斩事件 令他发觉原来政府做的 树木风险评估报告一直没有公开 公众无从作出判断 于是他设计了个树木地图网页 鼓励街坊一起监察 区内树木的健康变化 希望做到小病医病 不用等到大病才来斩树 城西树木地图的目的就是想 继续低一些政府分散的部门 所存的一些记录 我一次过发布出来的 其实每人都可以上去看 每人都可以对比我当时拍的照片 和他当下忙的照片 如果我的照片是当时很多树叶 现在这张照片是 那棵树已经没有了树叶 有个比较之下 其实是否可以看到 那些树的健康情况会变差了 就是这种树 和树的树 那棵树 也好 就是树的树 和树的树 就是树的树 很多不同的人用了不同方式 去表達他們的感覺 可能他們覺得沒有一些方法 可以向政府表達他們自己的不滿 例如做決定的時候 我們作為這個社區的人 是無份不可以參與 當時是否一定要這麼急就要斬這幾棵樹 當你將它洗脈看 你覺得它阻礙你 你不是經常想去剷除它的時候 你不會懂得欣賞樹 你只不過覺得是眼中釘人 那態度怎樣改變呢 我想真的要有一個空間 和有一個時間認真去放下自己 去和自然溝通